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这个频道 那天涂的贝离呢 的确是他已经 破了这个 一天的牛熊分界线了 那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会破呢 也就是说因为他有一个贝离嘛 那一天的贝离呢 赵克奔跑呢 他应该是要去到两天的 那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状况呢 刚巧两天呢 的这个白色线 也就是牛熊分界线呢 是很靠近这个之前的阻力点 那这个点是变了支撑嘛 这个是阻力嘛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考量 现在这一个两天的回撤 他会不会有一个支撑 那这个是在天图 还有两天图看到的东西了 那我们再看小时间一点的话 六个小时的话呢 他是还没有归零轴的 可是可以看到他现在的时间级别呢 是在一个 两个小时的时间级别嘛 两个小时的时间级别 可以看到他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背离的 那可是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级别呢 只看他到四个小时 也就是说比如说 这个是第一个状况嘛 状况A就是他压到这个21500 也是一个两天的 两天的这个支撑 反弹去到这个四天的移动均线 他这个移动均线走下来嘛 那他可不可以突破上去呢 就是一个问题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下降的趋势线嘛 第一个点嘛 第二个点 他会不会这样跑呢 也就是说他下来这个位置 的确有支撑 一个小反弹上去 还是被这个下降趋势线压到 那这个就是比特币需要去观察的 的一个 一个东西了 那 个人呢本来是在这里有进了一个多的单 为什么 因为看到他以这个有进差嘛 可是这个多的单呢是一个风险的单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没有背离的 直到现在才可以看到六个小时的时间级别呢 他才有一个背离嘛 可以看到 非常的明显 对不对 就是这个价钱往上 往下压 可是MSCD已经往上踩了 那 操作方案呢 还是一样啦 那 有关注我的频道的 都会知道我都是用 右侧的交易信号进场 也就是等这个Barameter Pro多的信号 如果他有多的信号呢 我还是会去做一个加仓的动作 那需要观察的就是他可不可以突破这个下降的趋势线 那这个就是比特币了 那我们再看看以太坊吧 以太坊的话呢 可以看到的是他 处于这个通道的心态吗 一个点 第二个点第三个点 他会不会压到这一个点 也就是一个1500左右的位置 才给予反弹呢 那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只需要去关注的 那他的时间级别呢 也是在一个 两个小时的时间级别啊 你可以看到 压到百字线 继续往下压 那但如果他往下压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说 就是处于这个1500的价位 甚至是这个通道的底端 1520或者是在这个1500的价位吧 那这个是一个小的 Fibonacci的一个看法 那如果再看大一点的Fibonacci的话呢 他就长什么样子 我们拿这个点到这个点 对不对 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0.88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 0.88的这个位置会不会给予一个反弹 那也是一样 他现在是处于两个小时 两到三个小时的背离嘛 这样子嘛 对不对 价钱是往下压了 可是他的这个MSCD呢 也是有往上拐的 是有一个 背离的状况了 就是底背离的状况 那这个也是要去持续去观察 那左侧交易的话呢 就是可能在1500可以挂一张单 多的单 那可是我的做法呢 还是会等这个BAROMETER PRO的信号呢 那如果6个小时有给一个多的信号 我才会去做一个 进场做多的动作嘛 那我们看看美金嘛 美金呢 可以看到他的天图呢 是有一波主力往上踩 为什么 可以看到的是他 这样冲嘛 冲冲冲冲冲 回踩白色线 继续再上 那现在他是在这个 压力位了 可是 可不可以在这个压力位跌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这些小时间级别 那可以看到12个小时呢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背离了 因为这个期间嘛 这个期间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支撑啊 对美金来说 那现在他的目前的状况也就是说 他跑着一个 价钱往上抬 可是MSCD是 往下压的状况了嘛 可以看到 那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去观察的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美金 可以在这些 关键的 压力位 冲不上去了 没力了 比如说就在这一段 这样子走上去嘛 没力了 这个价钱肯定是背离了 那这个 MACD也是背离了 12个小时的级别 也算是一个大级别了 就是说 在这个位置往下踩 那其他的币种才可以往上弹呢 那这个也是一些比较尴尬的位置啊 没有一个太明确的状况 那今天的分析呢 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那如果你也喜欢更多这样的每日更新呢 可以追踪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加入 BAROMETER PRO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只需要来到我的网页 点击这个icon 这个icon 这个icon 以及这个icon 如果你对BAROMETER PRO有兴趣 可以点击这个链接 它会带你进入下一步 我们下一期见